不過正中幾位的強力左打者 打艾普勒都沒折 右半邊的滾地球 來看到那麼一樣 交給艾普勒完成了三傳一的出局 帶到了左半邊 看到有幾手左一手都追了過去 哇落地形成了安打 邱智晨現在要往二壘來撲 有機會嗎 危險 危險 就要搞掉了昨天的比賽 沒錯 尤其方向的滾地球 一個彈跳進到了張振宇的手套 最後是完成了六傳三的出局 艾普勒披上龍袍之後 第一局完成三上三下 有時候會有比較多的壞球出現 投到兩好三外以後 你又投了一個偏離 好球太沒有特別注意去控好的 就變成保送 主球今年在右半邊 打穿了一二壘之間的防線 郭天馨繞過壘之後停下腳步 龍隊有不錯的開局 保送跟安打 無人出局來到一二壘 沒錯 高的位置 滾地球真的來了 六四三的 哎 沒有 黃詠傳玩曼斗 何恒又沒有接到 哇 那這下子要掉分了 這很少的狀況 哇 獅隊在一局下半 投手控球有問題之外 在防守上面也出包了 這顆一四六的訴求稍微低了一點 能夠製造揮空的是他的曲球 穩定球在三壘方向 劉基隆傳給二壘的 李凱薇再往一壘傳 同樣的情況 但是龍隊的手背就更加穩定 五四三的雙殺 正前方的comebacker 陳敏捷在第一次上來打擊 就敲出了中川安打 把球帶到游擊方向 再來考驗一次 獅隊的二游搭檔 哇 黃詠傳這一回喔 腦中閃過了玉目彭笑的臉 趕快把球傳準 六四三的雙殺 記憶的時候 郭天晴已經接要球了 對 沒有接 回到了比賽場上 三局下半 第一名打者又上壘了 張振宇 本季的第三支安打 出去了 直接是四壞球保送 今天郭俊齡的第二個四壞球保送 比較追求邊邊角角 哇 這邊跑了 可玉明抓不到了 喔 郭天信要證明他的腿是真的夠快 高的話位置就會比較穩淺 擠壓到了出棒 來看到林靜凱 踩二壘再往一壘送 哇 郭俊齡今天運氣真的有夠好 林靜凱村長馬上來拯救他 完成了雙殺手臂 再推到左半邊 第一拍 劉姬齡沒有接得很乾淨 但這時候要傳曼斗滑 出現了失誤 沈永廷繞過一壘 現在往二壘來推進 把球帶到右半邊 那這至少是有推進的效果 沒錯 這是最基本的 五二五 這個球頭得漂亮 來看一下劉姬勇穿本壘 哇 但因為要tag 穿高了 陳松廷 順利的回到了本壘 變化球被橫橫又帶到了中左外的方向 來看球的落點 歐巴辛斯蘭達 一壘上的柯宇明 繞過二壘 現在繞過三壘 要回來得分 還是滑壘比較安全 今天其實前面就有出現過 但何恆又 所以就整個跳出去了 陳松廷這一棒在左外延方向 這顆球還在飛 還在飛 最後上去了 好棒 哇 雷蒂降臨天舞棒球場 陳松廷本季的第一發全壘打 SOLO SHOT 這一回前隊友鄭凱文 也只能眼睜睜看著球飛出去 飛行距離來到387英尺 這是獅隊今天第一次用安打拿分數 等會就要來看看 松廷要跳什麼舞了 好 這個逮到真的是 棋球有點打的 設定得非常好 真的打到了 海景第一排 真的 星空洗第一排 右半邊的位置推過去 是一直安打沒問題 現在兩個要趕快把球處理回 內野 最近狀況 跟真的 蔣紹虹的狀況沾得很好 追求 陳秉潔帶到右半邊 還在飛 不過李安可來到了 Warning Track的前方 完成接殺 這距離也是足夠讓蔣紹虹 推進到了三壘 其實也讓他在運動這條路上面 要比更多人出現的狀況 不過這一棒 陳思仲是沒有辜負教練團的期待 中川的安打 等啊等啊 終於把得點圈的隊友打了回來 訴求來了 帶到了中間方向 李凱薇接到之後 往一壘船 沒有辦法 抓到速度極快的邱志誠 碰了一下 來看一下球的落點在哪裡呢 哇 陳潔線 你真的厲害啊 敲出彎打 而且這時候邱志誠 兩出局之後 他奮力的往三壘衝刺 還是在走更外側的滑球 三針掉了打擊的林安可 也讓市隊在七局上半 留下二三壘的殘累 球路跑到了中間 陳秉潔一棒送到右半邊 個人在單場的第二章打 現在要往二壘來推進 最後是SAFE 哇 繞過一壘的加速度夠快 陳秉潔跑出了一隻二壘安打 對 有沒有出棒呢 往一下一壘一審 沒有出棒 所以要上壘了 左半邊的平非安打 不過這顆球 一顆星就進到 不是左外野手的手套 哇 衝過去 結果 因為打得很快 一個彈跳 邱志成接到 就直接回傳到 左半邊的本壘位置了 結果是 奧斗在本壘之前 第三個出局數 龍隊很可惜 八局下半 安打出現 卻沒辦法帶回分數 因為那時候我們來跟他講 這判斷都來不及了 也來不及 對 哇 我們要稱讚的是何恆佑 在面對陳冠偉的打席 八顆球當中 他最後是成功上壘 再來嘗試一次 點的位置還不錯 林靜凱修賽季 短打的功力大幅提升 連續兩天都有短打成功的紀錄 也護送一壘上的何恆佑 來到了得點圈 球數兩好一塊 低角柱的球還是掉中了林家瑋 學費 該繳的還是得繳出來 沒錯 就是他的訴求有恢復他原來的水準 第二十二顆球 走在了內角 最後拉掉 三陣出局 球數現在陳英文取得絕對領先 變化球帶到右半邊 要來看一下二壘手 接到之後站穩腳步傳向一壘 帶打的郭英文最後是遭到刺殺 高的位置被送到了中外野 林家瑋向右邊來移動 輕鬆地把球給收進口袋 兩出局 十六個打輸六隻安打 是劉基鴻的對戰成績 不過這一球打到右半邊 林安可再見接殺 九局下半 但陳英文是再次守住了勝利的大門 幫助統一森師隊 中場三比二 一分之差 省身衛群龍 收下生涯第一百四十六次的就任成功 至於郭俊麟 則是拿到了來到統一森師隊後的第一勝 師隊拿下了四連勝